观众 汉光时面演习第二天 我们所在位置就是在花莲的空军基地这边 虽然说包括三个主力机型的起飞 以及热架的部分是受到了 凯米台风位环流的影响来取消 但是地面的操演是不受影响 包括了紧急开设战备道 以及大量商宽的一个救助 都是顺利来进行 而曾经来清德也是首都以三军统帅身份 来到这边来试导 这个商宽救助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少找画面 你们看到国军其实是模拟 这个大量的伤患遭到了轰炸 或者是遭到炮击之后 有分轻伤跟重伤的一个部分 来分别做相关的一个后续处置 包括了包扎以及紧急的后送 做分类减伤等等的部分 来做大量的一个处置 那赖清德也是首都的 以三军统帅的身份 来到这边来进行试导 这也是他今年汉光试时 第一次来到试导汉光的整个演习的一个部分 那事实上在去年 原本要在台东制航基地 来首度验证整个战机的起降 但是也是受到台风的影响 因此整个行程是取消掉了 那今年同样又是受到了台风的影响 在空中的科目是取消了 而在明天原本预计要在澎湖 来举行正将实弹操演的部分 也是已经宣布取消了 而至于后续在北部的部分 因为台风是逐渐的靠近台湾 北部操演的部分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会持续的来掌握 以上是目前最新情况 宣镜头叫唤彭丽